要是解決 如何把什麼 把這個 這邊的下拉清單 當他選取哪一個班級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右 左邊這邊的哪個班級的資料 分別把它扣 就是複製過來的意思 所以這邊假設是選一班的話 就會分別找到一班的這兩個 這兩個把它扣過來 然後這一個嘛 所以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就是這些資料的話 分別把它複製過來 那以前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對的方法 那當然你要做這件事情 是真的非常非常浪費時間的 但是呢 我們要怎麼樣解決 那至少我們提 就是總共的話 會有 至少三個以上的方法 當然都前提都不是土法鏈鋼 不是說叫你用複製貼的 如果你用複製貼的話 每次都要複製貼 那太麻煩了 那你會把你點擊這個 一班的時候 那他會把資料扣過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 第一個是 從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可以去複製這一段程式嗎 這一段公式 那這一段公式的話 主要是 其實他主要做哪些事情 你會發現 大概看一下 其實如果從裡面的這個公式來看 因為這段我上個禮拜 是請大家用複製貼上的 那主要原因是 因為這一段程式實在是 太複雜了 要一次能夠做對 那表示你非常的厲害 已經算是很 那裡面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你們可以大概看一下 如果 一幅嘛 你可以從裡面看 如果A2到A12 指的是哪裡 A2到A12 如果A2到A12裡面 等於H2 H2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範圍 那它是一個儲存格 範圍跟一個儲存格 兩個比對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要比 應該是比 比總共有幾 11個同學 所以要比11次 所以要比完之後的話 再把資料call過來 那call過來的話 這邊有用到一個叫index 把資料取過來 index 然後另外的話 還要排序 排序的話就是用small small的話 就是由小排到大 然後呢 再利用if 如果翻錯誤的話 OK 裡面還甚至有什麼 roll index column 這些函數 所以 其實為什麼我 直接就叫你們說 用貼上的方式 因為這個說真的要一次把它做對 但不是那麼容易 另外如果你想知道說 這個步驟如何做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好像有貼步驟 一步一步的 但是之前我有上課 就有教過 但成效不髒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 光聽到一半 大概就已經投降了 完全不知道 這個該怎麼做下一步 而且最後它這個很麻煩的地方 最後你要執行的話 還要control shift加enter 外面會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大瓜糊 那你想說 為什麼需要用control shift加enter 因為主要剛剛提過 這個是一個範圍 有沒有 就是從第二列一直到第12列 這個範圍呢 如果你要讓它執行 總共11次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用control shift加enter 這個有點像是 這個叫正 這個叫正列 有點像是要執行多次的話 那就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OK 實際上當然 這個有點像那個VBA裡面的回圈 意思是說 你要重複跑這個範圍 也就是它幫你把這邊兩邊的資料做比對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第一個部分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那個函數的方式來做 那用哪個方法 用VBA 那VBA怎麼做 上禮拜有提到 其實這個是VBA做的 有沒有一般 一般就call過來 二般 那當然我們有分兩階段完成 這個程式的邏輯就相對的比較簡單 他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這個 因為再來 這個下下禮拜的話呢 就是 期中考試了 所以到時候的話 我會請同學怎麼樣 比如說你如果假設 抽到這一題的話 那我會給你一個空白的檔案 你就把它檔案下載下來 然後呢 就把這個VBA的程式寫完畢 我將來的話 會點選這個地方 他要能夠呢 能夠run出來 像這樣的結果 OK 有沒有 就是一般就把一般的撈過來 二般的話 就把二般撈過來 三般就把三般撈過來 OK 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要的結果 然後呢 而且是用那個VBA寫的 這個是上禮拜講的 OK 應該有印象吧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賺寫 OK 首先的話 那個邏輯是這樣 其實 因為呢 一樣要跑 11 因為11個同學 的比較 所以一樣的話 就是說 我要把 我第一件事情是希望 把這邊跟這邊做比較 然後比11次 11次不就要重複 因為11個人 所以這邊的話 就第一個敘述 如果你要重複11次的話 那你要記得啦 重複的話 用什麼 如果程式裡面應該用 所謂的什麼 回圈 有沒有 所以第一步我寫什麼 4i等於第二列 到第12列 有沒有 OK這個範圍喔 然後呢 第2號 4 4nest 再來就nest 第二個階段的話 做什麼 如果 他抓到的這個資料 跟這邊的資料 是一樣的話 一樣的話 要做什麼 就把 他 同一列 有沒有 如果是第二列式的 那就把 同一列的 第2欄 第2欄 到第5欄 就是b欄 到1欄 的資料 怎麼樣 幫我copy到哪裡呢 copy到目前的這個地方 OK 也就是說 如果有多一個 就再往下 那因為這邊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第一次call 要call到第5列 那第二次要加1 有沒有 變成第6列 那這個地方 我用一個k來解決 還記得吧 k的話 預設值等於5 有沒有 先給他5 5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就放在第5列 那之後的話 分別就放第6 第7一直往下放 那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程式 應該 還有印象吧 好 如果你 看到同學眼神 好像 就 充滿著那個問號 ok 而且是黑的問號 ok 那表示回去 回去還是要多 再看一下 因為下下禮拜 我們就要做那個 期中考試 其中考試就是要你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好 那不過沒關係 我把影片有放上去的 上個禮拜 我本來沒有把影片即時的放上去 那剛好上個禮拜有同學 剛好沒有來上課 那非常認真 第一時間馬上發個mail 老師你可不可以把影片放上來 他要 他要 這個 複習 他要 能夠 能夠上到這個課程 ok 那當然我想到說 同學這麼認真 那第一時間就趕快把影片傳上去 並且貼到Polo上面去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來 有些地方 剛剛講的東西不太熟 請各位回去 再把細節看一下 ok 那程式基本上是這樣 它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那你要熟悉就把固定模式 把它熟悉就可以了 把它練熟 那以後遇到同樣類似的問題 你就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你這個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 ok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上禮拜的那個程式概錄的傳言 大概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一樣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VCO Basic 那你會發現我第一個是寫在模組裡面 有沒有 模組的module 自我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把這個撰寫風格 一樣調到第12號字 那首先的話 我們大概 看到第一階段 也就是這個 那當然我後來是有改了 把它改成Copy 原來是寫成這樣 就是 OK 程式並不多 我這一行先註解掉 有沒有 剛剛講到 第一個 4 i等於第2列到第12列 一個next 頭跟尾在這裡 如果 這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H2這個儲存格 假如等於這個儲存格的話 這個儲存格 它會變動 從2到第12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Sales 然後把i放在這邊 意思是說第一次是第二列 幫我比一下第二次 第三列 然後直到第12列為止 所以這個有個範圍 這個i值就是2到12的範圍 比一比看 如果兩邊是一樣的 比如說這邊 這邊是一班 這邊也是一班 那就幫我把資料摳過來 可是如果這邊是一班 那這邊是三班的話 它就什麼 它就跳過了 也就是這邊下面的事情 通通不處理 然後再換下一個 Nice OK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你各位應該可以看得懂 這個基本程式 那如何把資料摳過來 其實就是把後面的 後面的儲存格的資料 摳到前面的儲存格 所以如果兩邊 這個敘述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等號的意思 意思是把後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這個等號不是比較 這邊等號的意思是 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不要一直被那個等號 因為你們以前學的數學 是等於是計算完的結果 但在這裡的話 並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 那意思是說 如果是三班 比如說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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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那這邊有三班 這邊有三班對不對 那就第八列 所以I等於8的時候 對不對 那它就會找到這邊是三班 兩邊是match的 它就會把這個b Sales第八列的b欄 指的是這一個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這裡 那這裡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k k等於5 就是第一次call到第五列 的g欄 有沒有 所以這敘述方法就是這樣子 那我後面的部分其實都雷同 所以我之前是做了寫了一行之後 有沒有 然後底下這三行是貼上的 就是bcde 複製到ghij 然後只是多一個k 這個k我本來輸入是5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5的話 它會蓋過去 蓋過去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這邊多個k 等於5 這個k是一個變數 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然後呢 當它每複製一次之後 有沒有 複製完之後呢 把這個k的值怎麼樣 把它加了1之後 存回去的意思 所以喔 這個等號也跟剛剛這個等號有點類似 就是把後面運算的結果 把它怎麼樣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喔 本來k等於5對不對 如果加了1喔 所以它的執行路徑是 先把後面的東西計算完之後 再把它放在k 所以 k裡面本來是5嘛 那因為你計算結果變成k加1 變6嘛對不對 那6會怎麼樣 再把k裡面的5蓋過去了 有點像剪貼部嘛 你剪貼部不是剪下 Ctrl11第一次是一個剪貼 但你就在Ctrl11的話呢 前面那個東西就被蓋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 變數的運作流程 它那個其實會不斷改變才叫變數嘛 OK所以再加1變7 再加1變8 所以呢第一次就5嘛 所以就放在第5列 第6列 第7列 OK 那就這樣的方式呢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應該有印象吧 程式並不多 但是相對於喔 如果啦 當然VPS 不過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像假設這邊我沒有加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是清空資料的話 那如果我用一般的話 你會把一般出來 但是如果你再用三般的話 你會發現喔 上面的這個資料怎麼樣 有變動 可是下面的資料 因為我們沒有清空舊的 所以喔 它舊的資料還在 那後來我們又補了一行 補了哪一行 補了這一行 就是在做資料 比對跟複製之前喔 我們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給先怎麼樣 先有點像你游標選它 按Delete一樣 把它清除掉 那要怎麼樣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掉 很簡單嘛 就是這個範圍叫Range Range 從G5到哪裡呢 到I 到J J的第幾列呢 12列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範圍 後面呢 只要什麼 等於什麼 清除內容的話 就是點Clear Contents OK 有點像你按Delete是一模一樣 點Clear 但你打那個CL 它應該會出現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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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清除註解 清除內容 Clear Contents 或者啦 另外一個寫法 如果你不寫這樣 你還可以寫這樣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 這樣的寫法也可以喔 OK 還記得吧 我們把裡面的東西放個空的 有點像 但是這種寫法的話 這個也OK啦 我們Range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Range 沒有加碼 一般對不對 這個一般 三般的話呢 它會先把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放新的 有沒有 清空這個範圍 然後再把新的放進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上個禮拜了 所以這樣的寫法 基本上 雖然也還是有點難度 可是呢 如果比起剛剛我講的啦 就是 如果 這個 寫法 如果兩邊比較的話 這邊的這個寫法 跟這邊的寫法 最後的結果 是會是一樣的 可是兩邊比較之下 OK 後來還是發現怎麼樣 好像這邊稍微 會比較好理解 而且你敘述會比較好寫一些些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這個 其實當然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是說 你只是單單只會一種方法 你如果多會幾種方法的話 你可以選擇比較簡單的方法吧 OK 不是說你只會一種方法 就像你 你來學校好了 你可能 只會搭公司 那你就沒得選擇了 OK 來學校還是什麼 起U-by嗎 好像其他交換問題 反正你多一種 不過我常看到那個網路上討論就是說 不然就找個工具人嗎 是 看到討論 像我 昨天是去那個 溫嫂那個外語大學 然後我就搜尋一下說 如何從高鐵站到 溫嫂大學怎麼最快 居然有人說 請那個工具人載就好了 這什麼 這什麼 我後來 因為他沒有附我計程車車資 所以我本來想說要搭計程車 但是後來想一想難得 從北部跑到南部去 就是想說做個 看到Google地圖上面 那個好像有一條愛河 在附近 然後又有那個 U-by的自行車到 我就想說 一瘋了嗎 我就從捷運先做一站 然後出站之後剛好有U-by 而且他U-by又2.0的 我就從那個 那邊騎 那個U-by 就騎到那個溫嫂去了 OK 結果後來還有點走錯方向 然後結果差一點來不及 那到他們學校的話 剛好他們 有人在門口等我 我現在很不好意思 大家等了久 那因為剛好 遇到那個學生下課 然後那個電腦就在7樓 然後因為大家都在排電梯 然後老師現在 老師沒有特權 所以 那個組長就說 老師不好意思 我們要不要走樓梯走到7樓 我剛才已經騎腳踏車 騎了3、4公里了 你又要叫我 但我也不好意思說 我們排隊 好慢慢走 OK 那就 簡直那邊真的是運動 本來是做一些演習 因為現在整個教育環境 就是教育部一直在推什麼 推我們現在教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想說 老師你去那邊幹嘛 其實跟各位講 他們只是希望把我現在上這個課的心得 分享給那邊的其他老師知道 因為那邊其他老師也希望知道說 如何把程式設計 融入到他們的其他科系裡面去 因為現在這一些普世的價值 而且是教育部非常主推的 因為上有政策 你現在有對策 而且像你要跟教育部要補助的話 那教育部推的政策 你一定要完完全全能夠做出業績來 讓他看到說 你們學校 我們希望說把程式設計 融入到每個科系 你們做得這麼好 而且都非常有特色的話 教育部一定是大力支持 給非常多的經費 當然因為現在就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他們會希望說 有經驗的老師能夠去分享經驗 那剛好不知道為什麼就找到我 然後就問我說有沒有時間 那第一時間是覺得說 哇高雄怎麼這麼遠 算了還是不要去好了 不過來另外一個念頭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 該多好 然後就是兩邊突然另外一邊 戰勝了剛剛前面的部分 所以我就好馬上就答應 答應之後才後悔 這這麼遠 我搭車光坐高鐵 雖然我是做最快直達的 一個小時又45分內內 從南港 南港搭到 不是一小時半嗎 蛤 一小時半 一個小時半 我是從南港出發 南港離我家比較近 所以雖然也不算太遠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哇花的時間其實也不少 而且我本來以為說高鐵那麼貴 誰要坐 沒想到還居然坐滿滿的 昨天十 其實這個禮拜三還是平日 所以其實我發現 可能大家要的還是速度快吧 而且還是要安全 對 雖然台鐵算起來便宜 但是現在連那個 以前號稱最安全的太魯閣號 都這樣子的 讓人家感覺真的是不太可靠 而且又不準時 超不準時 常常還有霧點 OK 所以 那高鐵好像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高鐵霧點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都在思考說 要怎麼樣能夠改善那個 你看有時候坐高鐵跟坐台北捷運的時候 哇 那感覺簡直跟台鐵是兩個世界 雖然在 同樣在台灣 可是為什麼結果差這麼多 所以大家最近又在思考說 是不是要把那個 台鐵把它 民營化還是怎麼樣 或公司化之類的 其實大概背後也很多 其實就是類似 你要怎麼樣治理一家公司 讓它變得有效率 有的時候其實觀念非常的重要 因為每個人都具備有基本的 這種快速整理資料的觀念的時候 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說真的啦 這公司說真的也不至於太差 但如果每個員工觀念都是老舊的 都還在用很舊的東西 舊的觀念在做事的話 說真的這家公司怎麼會好呢 對不對 很多弊病嘛 對不對 像很多時候啦 你每個車上都應該有行車 可是你隨時沿線你都可以看 沒有缺失嘛 那每個缺失你都可以檢討嘛 可是問題邊坡沒有圍啦 而且還在做工程 這個 這個這個要是我 我一定第一個一定要先把它先堵 堵起來嘛 不然的話隨時一個東西掉下來 還好時不時剛好又是 掉一個卡車 你如果掉個石頭 倒也可能沒有那麼危險 對 而且好時不時又遇到那個開最快的泰骨格 這簡直是完完全全 一個很大的漏洞 然後剛好又遇到很慘的 所以這就變成半世紀以來最大的那個測獲了 OK 好那當然有些時候用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把上個禮拜這個公司 把它用VBA把它完成 那你想說老師還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呢 其實跟各位講還有 所以待會的話我會教大家第三種方法 那請各位看一下喔 我用的方法是什麼 你會發現三行 底下這個叫篩選 那這個篩選的作用是什麼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所以你們待會兒 請把這個 訊責1VBA部分把它複製過來 Ctrl鍵按住 然後把它複製一個 改成刮弧篩選 那這個篩選的作用是這樣 我們如果用那個滑鼠鍵盤 先做操作一遍給各位看 1. 游標放在A1 2.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那篩選部分的話 我就把這個條件填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是一般好了 那你會發現你按一般 這邊就留下一般 那其實我再來的動作是可以 把這個範圍 從A2 應該是B2的範圍 一直到E12的這個範圍 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Copy過來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Call到這裡來 所以其實總共三行程式就搞定了 我們來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篩選 我寫好的程式長這樣 三行 就這樣 Range 後面Auto Filter是篩選 哪一欄 第一欄 篩選條件是什麼 就是H2的條件 所以你會發現Auto Filter就剛剛篩選 只是我把剛剛滑鼠的動作 改成程式來表現 然後第二段是Copy Copy Copy什麼呢 把B2到E12的這個資料 Copy比較特殊 Copy只要說你要Copy到哪一個開頭就可以了 所以它會自動幫你把 如果你有一個範圍 它會自動幫你延伸出去 第三個步驟 其實就是把那個 因為你原來如果有篩選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會有這種狀態 上面會有這個箭頭 那我最後要把它取消掉的話 就再Auto Filter一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我這個做完 然後我把程式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篩選的是 這個 三班好了 那我現在是還沒有做 讓它自動執行 那待會可以 不過這邊好像還要再多一行敘述 什麼敘述呢 這個敘述 一樣要說什麼 先把舊的資料清空 那我乾脆把上面的這個程式 把它複製下來就可以 所以這樣子 那我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現在已經轉成三班 那我把三班摳過來 有沒有發現 三班的資料就摳過來了 那這個當然你會想說 怎麼好像沒有那個閃動的狀態 其實是有的 我把它再改成一班好了 那我把它這個執行的速度放慢 F8 第一步清空對不對 第二步請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敘述 有沒有發現一般 有沒有 實際上Auto Filter這邊現在有沒有 就是只有一般的這個內容 然後把資料 這一般裡面的資料 然後這一行是把它摳過來 摳哪裡 這個範圍裡面 摳到這裡來 OK 摳過來 不過你想說怎麼會只有兩個 其實它是因為有些藍隱藏起來 那只要你怎麼樣 把這個篩選取消掉 這個最好是取消篩選 你會發現它結果就OK了 所以其實主要是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三個動作其實就完成 加上輕空 那請各位試試看 待會的話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篩選 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 的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用篩選的方式來做 那程式總共基本上就這三行 那至於細節的話 我待會再講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